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将中华优秀文化精髓运用到了建筑设计和建筑领域 使民族文化得以发扬 并推动了中国建筑事业新发展的一个故事 那传达了热血祝梦 将心永存的精神理念 也是关于梦想和坚守的一个故事 大家好 我是霍建华 我在剧中饰演叫沈青南 是一个营造师 谢谢 华哥的粉丝真的是很热情 但是华哥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 因为咱们这部剧在只看了预告以后 大家其实不是很了解营造师这个角色 营造师这个职位是什么 可以跟我们现场朋友分享一下吗 在剧中的话 就是密杰饰演的是设计师 设计师 对 那么我就会根据他的设计去造出他所要的建筑 所以是一个等于说是 包工头 包工头的意思 一个包工头一个匠人的形象是不是 对 你要不要看到国外的工地 哪像这个样子都是截然有趣的 沈青南 把看工先生给我叫来 杜公子 我是工地小包 不是刨腿小包 你要教训看工先生的话 你自己去找吧 你 好 是 袁凯准 我 我 你 接下来呢 还要有请到的是我们下一位我们的主角 那也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演 主演张俊宁张俊宁 俊宁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 欢迎俊宁来俊宁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张俊宁 我这次在《树梦情缘》当中饰演的是 海外归来的一位建筑师叫杜绍浅 海外归来的建筑师 那你的CP搭档 因为这一趴其实是我们组CP的 去哪里 是不是要到我们的CP旁边去一下 已经让位了 刚才 这是我们的CP 想问一下俊宁 因为在整个剧的过程发展当中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最开始的原配追求的对象 不是我们的妹妹是吗 对 那是怎么回事呢 是华哥 是华哥呀 哇 那我们的俊宁是不是有什么 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呢 那言简意概地跟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呢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 没有一开始 我因为是建筑师 然后跟傅寒军 因为都是棋逢对手的一个关系 然后在棋逢对手的过程当中 发现我可以展开主动攻击了 但是却败给了华哥 却败给了华哥是吗 哇 那所以其实华哥才是最厉害的 华哥最后是 那华哥可以跟现场的所有朋友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样追上自己的心上人 其实这个我还是在剧中占有一些便宜啊 因为我跟傅寒军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然后 青梅竹马 进水楼台 对 就把蜜姐就是从小就是在他们家打工嘛 也把她伺候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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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了点小便宜 哦 那 那这会儿就要问问我们的蜜姐了 蜜姐那刚刚华哥这样说 他进水楼台先得月 那他最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做哪些事情是让你感动的 或者让你一瞬间心动的事情吗 有这样的事情吗 华哥 戏里面要比他生活中就是浪漫很多 我觉得 戏里要比生活中要浪漫很多 对 然后感觉 他在戏里面做了很多很浪漫的事情 对 就是比如说 送饭 对吧 是什么东西要送饭 不是 你在那个 就比如说他会 就会 有一些情节 就比如说我觉得女孩子应该都会很吃这套 就是 不管你在干什么你有多忙或者怎么样 他都会抽空来送给你送自己做好的吃的 不管他离你有多远 然后看到你工作上可能需要什么 有一些他就会非常细心的想到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作为建筑师可能是很晚回家的那种天黑了 他也不会说给其他男生送你的机会 他都不管走多远都会来接你 然后也会有很浪漫的时候 就是他们两个小的时候有一些约定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甜的小约定 就是 你们两个有一个小暗号 就是 糖 就是他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会给我糖吃 哦 所以在你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都会用甜蜜的糖果去 对 我觉得这是 其实不在于说 就是 价值是多少 但是是你们两个的小秘密小暗号 所以这个就很甜蜜 是的 哇塞 所以说 追到我们剧中的韩君 那也是 也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取决于你花了多少的钱 或者说你是谁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肯花心思在这个上面 花歌在剧中的角色 对 嗯 小姐 够了吧 够了吧 够了吗 各位朋友们 好听 好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用这个话筒作为抢答器 那开始同时开始抢答 两位其实都已经盖好了这个楼 其实不一定盖的高 可能就会赢的多 你知道吗 那第一道题是这样的 我们两位可以去抢答 这话筒就在中间 话筒在中间 营造师是需要一直在工地上搬砖的吗 抢答 不用啊 也可以 那既然算你了 那我们俊宁这边没有抢上那就算你这儿了 对啊 当然开始了 开始了吗 对啊 好 是什么呢 不用啊 当然不用 好的 那我们输的那边呢就要拿我们的小锤子 锤掉一颗你自己建好的积木 最后呢 谁先倒了这层楼谁就算输好吗 小心啊 一个就可以了 你一个还不行啊 好的 好的 那第二道题 盖楼cp是作为营造师的沈秦南说了算 还是作为建筑设计师的傅涵军说了算呢 傅涵军 哇 我们的华哥已经抢打抢得非常的快好吗 好 那俊宁你这边就继续再来一个 有没有 其实最上面这一层也是比较好倒的 好 第三道题了 如果有人说房子的质量差 那这个锅到底是营造师杯还是设计师杯呢 设计师 这道梯 不对 一起杯 一起杯啊 但是我们的台本上的正确的答案是营造师杯 因为房子的质量差的话 肯定跟施工的设计图纸没有关系 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用料不是都是设计师 设计师已经选好了吧 应该是要一起杯了 用料的时候已经是设计师选好了吧 是 那既然华哥这么说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好 没有问题 对的 那俊宁 都是我们的 对的 你们下次可以把话筒拿在手 你们到底有在玩这个游戏吗 只是为了敲这个木头对不对 玩这个 只是想要敲木头 对 最上面这一道了 好 最后一道题了 最后一道题了 我们最后一道题是这样的 我们最后一道题是这样的 那个年代的营造师里面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 男人多 现场朋友你们觉得算谁的 算蜜姐的是吗 哎呀 这个 不然最后一轮蜜姐你可以给他们去选一个 让他们去砸 如果砸错就算他们输 你选一个 你选一个 选一个让他们去砸 然后让他们敲出来 让他们去敲 你选一个就是 倒数第二层是吗 华哥这么难为我吗 坏还是你坏的 华哥选的 好 华哥选 马上 可能 恭喜恭喜两位成功了 那发现了 其实现场两组CP呢 这一组动手能力非常非常强 那这一组真的是 IQ EQ都非常非常高 那最后真的其实也是难分重博 那就算两组打成了一个平局 好不好 来 恭喜恭喜四位 那也 怎么弄 好像会比较比较有趣啊 比较有趣啊 我不会 怎么样比较有趣 你就很有趣 就这样吧 好吧 就敲砖吧 就这样 来 邀请媒体朋友们 可以拍一些照片 好的 好的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那这一组道具算是用完了 可以再选一组吗 还有是吧 好沉的 小心重 太沉了 有点沉 秘姐选一个吧 秘姐选一个 那边还有两块摆对 我把你顶 反正拍完了 其实就已经可以 换一个 要不密切选一个这个两尺 可以 你呢 华哥 我们选一个 家电 不是 这个 这个 武侠编 武侠编 来 用武侠编的感觉 哇哦 两位 两位用最简单的工具摆出了最时尚的姿势 对不对 好的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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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